主啊 我们在这里 请采见我们 让我们进入到 你所命定之地 全心为你摆上 恳求主 你看看我双手 理解我所有 甘心为你拥 恳求主 你看看我的心 说早恋请我 将我分别为生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祷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抢救那世上的灵魂 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 在这里 一起来 恳求主 恳求主 你看看我双手 一切我所有 甘心为你拥 恳求主 你看看我的心 说早恋爱 说早恋请我 将我分别为生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祷 祭祷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抢救主 抢救那世上的灵魂 求主 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 在这里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祷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抢救那世上的灵魂 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 带来盼望 就是回应 祝你拥救 为你拥有护照 建立无疆的教会 让你荣耀着全 吃下酒瓶给我命 给我命 我们要奔向祢的祈祷 得着祢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抢救那世上的灵魂 求主持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在这里 我们要奔向祢的祈祷 得着祢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抢救那世上的灵魂 求主持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在这里 哈利路亚师的主 让我们为主来得到灵魂 哈利路亚师的主 主我们在这里请参见我们 主啊你看看我们的手 你看看我们的心 主啊师的我们坚定说 主啊我要起来侍奉祢 主啊我说我要起来侍奉祢 主啊祝着祢改变我们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因着神灵的改变 我们可以成为这世界 荣耀的见证 主啊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谢谢祢使用我们吧 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吧 哈利路亚让我们来回应神灵的爱 主经到神灵命地之地 能够为主得着世上的灵魂 谢谢耶稣基督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祢 求祢垂进我们的祷告祢 求祢垂进我们的祷告祢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主啊是的主如同这种师哥所说的 主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主改变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口号 主改变世界是要拿出行动 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 维身在神祢所命定给我们的道路当中 主啊我们积极认真努力地 传递祢的福音 主啊让我们可以为着 主啊祢的福音去改变这个世界 主去改变我们周遭亲朋好友 主改变我们的同事 主改变我们的家人 主啊让他们能够对祢有正确的认识 主啊这是我们的目标跟使命 主啊让我们回应祢 回应祢的呼召 我们就相信当我们带着神 祢给我们的命定 去到我们所去的道路时 神啊祢必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 主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 主啊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蒙祢的祝福 谢谢祢 奉耶稣居多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同志们平安 我们这个礼拜都在讲要传福音 也许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这么急呢 我们到底在急什么 为什么我们心里这么迫切的传福音呢 到底在迫切什么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罪的公价乃是死 而这样的死是不可逆转的 它没有办法再回头的 如果我们不迫切地 赶快地来得及地去传扬福音 那么你所看到的这些人 他们将会如何呢 我要问各位弟兄这边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真正了解人的光景吗 当你看到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 你了解他的光景吗 你看到外表穿着光鲜亮丽 你了解他的光景吗 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上 有四十五亿人还没有信耶稣 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上 有一亿以上的人 是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基督教 什么叫耶稣基督 你有没有为他们迫切呢 如果他们走向了灭亡 然后他们还有机会回头吗 有一个老人家 他住在海边 有一天他看见 海边很多小朋友 在沙滩上玩耍 有一些青年人 在海浪里面冲浪 还有一些人 在稍微靠近海里面 在玩帆船 这老人家他站在岸上 在村庄里面 他远远地看上 海面上有一个海上龙卷风 就一直旋转 往这个海边过来了 他心里想 这个海上龙卷风 如果卷到这个沙滩来 那么这一群人将会如何 他好着急啊 可是他喊没有人听得见 因为他站在村庄 离沙滩很远 他如果要跑过去 呼喊来不及了 因为那个海上龙卷风 速度很快 他就跑到他的骨仓 里面装满了 他收割回来的稻谷 他就放一把火 烧掉了他的骨仓 其实海边的小朋友 看到村庄里着火了 很紧张地都跑回家 这些年轻人在冲浪的时候 看到为什么我们村庄 弄火灾了 赶快去救火 就通通冲回来 那些玩帆船的 也通通上岸了 后来在海上龙卷风 过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平安 这个老人家他在急什么呢 他在急什么 他为什么要付那么大代价 把他的骨仓都烧掉 因为要拯救这样的 一群无知的人 他们在那里玩耍 他们并不知道 灭亡数数要临到他们 你真的知道人的光景吗 第二个我要问的问题是 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吗 你像耶稣一样 照着耶稣的眼光看世界吗 看耶稣所看的 听耶稣所听的 说耶稣所说的 做耶稣所做的吗 耶稣说 庄稼已发白 当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也说怎么样 我们为何而迫切 因为有太多人 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 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第三个问题我要问的是 你真希望你的生命有价值吗 人生只有短短的七八十年 你做什么事情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呢 而这个价值 是可以存留到永远的 是可以带到永生里面去的呢 你知道你生命的价值吗 当我们付上代价 当我们传扬福音 当我们摆上我们自己的时候 你不会再经过几兆年之后 回头说 哎呀 想当初啊 我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如果多买一点衣服就好了 我如果多努力赚一点钱就好了 你不会这样说的 因为你知道永生的可贵 因为你知道你所做的 有永恒的价值 它的价值远超过 你在今生今世 买更宽敞的房子 买更漂亮的衣服 有更好的事业发展 它的价值远超过这些 你知道你的生命 可以更有价值 可以往永生里去寻找 那永恒的价值吗 我们要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光阴 求神让我们 做与永恒价值有关的事 因为我们是得着永恒生命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为上班族的基督徒们祷告 让他们不只是在忙碌上班而已 让他们看见 为德之名有这么多 让他们心生怜悯 看到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 他们在世界上走来走去 他们的灵魂将往哪里去 我们心里就生发出怜悯来 我们为我们所有的 上班族基督徒来祷告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主啊 主啊 主要祢的帮助 BB 主要让我们看见人的光芡 主要让我们迫切 主要让我们迫切的要传福音 主要因为我们看见 主要 这沟的自osten之多 主要 这么地众多 主要他们的生命将往哪里去 主要让我们心生怜悯 主要让我们这些上班族的基督徒 主要让我们看中这些 还没有得救灵魂的贵重 主要 他们的生命很独บes 主啊 让我们怜悯他们 主啊 让我们看见他们生命的光景 他们还没有得救的生命的光景 主啊 我们心中只申发出怜悯出来 主啊 是的 主 愿我们能够有像耶稣一样的心 主啊 愿我们能够可以真正的知道 世界上有多少人还没有信靠你 主啊 跟求你帮助 当我们走在东区的时候 街道上看见这么多的上班族 每一个人 他们只在寻求他世上的快乐 短暂的一下就没了 回到江道黑夜来临 他依然痛苦 依然没有目的 依然空虚 主啊 恳求你帮助这群上班族 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 可以看见有多少上班族 还没有信靠耶和华 主啊 恳求你用 恳求你赐下怜悯的心给他们 可能让他们可以知道 有勇气 有智慧 有力量 可以去将福音传出去 主啊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再为 企业主的基督徒们祷告 让他们看见 这许许多多 还没有得救的人 而不是只看见他的企业 让他看见的是 这些没有得救的灵魂 而心生怜悯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 为基督徒的企业家祷告 主耶稣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看见 主啊 让我们这些企业家们 主啊 他们的一切的事业 都可以为主摆上 因为他们看见 为得救自民的众多 主啊 因为他们心中就生发出怜悯 主啊 他们就感觉到急迫 主啊 他们就知道 传福一世而等急迫的事情 主啊 让他们 主啊 看见的 不是只有他事业的成功 同时也看见 灵魂得救的重要 主啊 看见 我们需要赶快 恶切地去抢救灵魂 主啊 让他心里火热门烧 主啊 让他心生怜悯 主啊 心中有丰盛的慈爱 主耶稣 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为这些 在企业当中的老板们 这些基督徒老板们 主 为他们祷告 主啊 是让他们知道 他们里面 主 真的看见 他们的员工 有多少人没有相信你 主 在他们所认识的这些老板们 有多少人其实是在那种压力里面 主啊 他们不单只是承受上面的压力 也承受下面的压力 主啊 他们如何让自己 能够因着压力而认识神 主啊 求主耶稣基督 给这些企业主老板们 这些有他们怜悯的心 主啊 让这些基督徒们 能够在自己的位分当中 积极认真的传递你的福音 主啊 让他们怜悯这些百姓 怜悯这些未得殖民 谢谢耶稣基督 接下来我们来为再学的学生祷告 希望他们看中了 不是只有他们自己的功课学业 让他们看见在他们同学当中 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 让他们心中就生发出怜悯来 跟他们同学们传福音 我们一起同生和来祷告 耶稣基督徒说我们的这些学生祷告 会在校园里面的这些学生们祷告 主啊 让他们看见 在他们同学当中 有多少人他们的生命在 还有得多的框极 主啊 让他们心中生发出怜悯 那些都是他们的好同学 那些都是他们的好朋友 那些跟他们 哦 是彼此相爱的 主啊 让他们看见 主啊 这些人 他们还没有信仰耶稣 主啊 他们的生命将何去何从 主啊 让他们 哦 主啊 就心生灵灵 主啊 求祢来感动 我们为着这一群年轻的学生基督徒 来到祢面前祷告 才会听到上帝 主啊 恳求祢赐给他们一个超越的眼光 主啊 让我们的思想 要因着祢我们有更多的成熟 主啊 祢扩张我们的境界 让我们的眼光不单单停留在好恶里面 不单单停留在那个别人 对我好 我也对别人好 或者是主啊 单单只顾自己而已 才听到上帝 因为祢的心意 让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才听到上帝 祢更说祢要我们彼此相爱 祢说那爱弟兄的 他就是出死入生了 才听到上帝 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孩子 都是出死入生的 才听到上帝 我们要用主的爱来爱 我们身边的这些同学 不管他们可不可爱 主啊 因为 主啊 恳求祢给我们超越的眼光 让我们看见 这些不可爱的同学 他们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他们的灵魂都是需要主的 甚至比我们更加的需要主 才听到上帝 你说那刚强的 要单带软弱的 才听到上帝 这就是祢的心意 主啊 恳求祢 就这样子兼顾这些年轻的孩子 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 更多的被祢来兼顾 明确的知道神祢的心意 是要万人得救 主啊 恳求祢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只单顾自己 我们也一样在那个死亡的里面 主啊 我们愿意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我们一起都走进光明里面 因为唯有这样子做 才是神祢的心意 是祢所喜悦的 恳求祢 祢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 感谢赞美主 接下来我们为退休的族群们祷告 让这些退休族群的基督徒们 看见他们这些退休族群的朋友们 他们急需要福音 因为他们在世的年日不多 他们如果进到永死里面去 是永远不可能再恢复的 让他们迫切地去向他们这些好朋友们 还没信主的退休族群的朋友们传福音 我们一起同胜开和来祷告 祢祢让他们现在还没有得救的朋友们 祢祢让他们能够亲切福音 祢祢可以被挽回 祢祢可以得到救恩 祢祢 祢祢我们说看到许多的退休的族群 现在可能是在积极地计划着 接下来怎么样度的余生 祢祢或者是有些人在各样的愁苦 在各样的疾病当中来度过 但祢祢祢祢帮助我们看见 祢祢祢祢我们不只是看见祢祢 我们只剩下不多的年日 祢祢乃是祢祢来使用 我们当中的每一天 祢祢这些退休族群当中的每一天 祢祢使这些基督徒 能够被祢自己兴起来 祢祢他们虽然年迈了 但祢祢他们的热心 要再次的为祢来激动 祢祢放下一颗爱心在他们的里面 祢祢放下一颗怜悯心在他们的里面 祢祢让他们不耽顾自己的需要 祢祢乃是看见他身边这些的朋友 跟他们同年纪的 祢祢一样在 像是离死亡是接近的 但祢祢却离你的永恒的生命是靠近的 祢要帮助 祢要求祢使用这些退休的族群 来传递希望 祢要求祢使用这些退休的族群 在这样子的时日里面 祢要能够尽快地把祢的爱 祢要带到祢的身边的人里面 祢我谢谢祢 祢我赞美祢 接下来我们再来为上班的族群的朋友祷告 让他们有基督耶稣的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让他们的感觉与耶稣同步 耶稣所感觉的他们也可以感觉 耶稣所爱的他们可以爱 耶稣所关心的他们可以关心 耶稣基督所怜悯的他们可以怜悯 让这些上班族的基督朋友们 他们愿意付诸行动去传扬福音 我们一起同生个口来祷告 耶稣求祢来帮助他们的上班族群 祢要让他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祢要让祂无所关怀的 祢要他们也关怀的 耶稣基督所爱的他们也爱 耶稣基督所恶促灭的 祢要真实的祢要他们愿意 祢要让他们愿意付出行动 祢要耶稣基督所说所做的 祢要他们也说也做 祢要让他们有真正的福音群动 耶稣求祢来帮助 祢要这些上班族的美 祢要让他们抓紧基督的心 耶稣谢谢祢 我们将上班族交托在主祢圣手当中 耶稣求祢降下祢的爱心在他们的里面 耶稣降下祢怜悯的心在他们的里面 神让他们要迫切地 为他们身边的上班族来祷告 耶稣求祢要为他们来传福音 耶稣求祢让这些上班族 不要有一颗自私的心 只是想到自己的问题 想到今天的业务有没有达到 耶稣求祢帮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需要去满足他 找到一个伤害去医治他 耶稣求祢恩高上班族 主耶稣我们要与祢同工 我们不要跟在祢后面 我们也不要把祢抛在后面 主耶稣我们要并肩一起同工 我们要传福音 主耶稣谢谢祢垂听孩子的祷告 接下来我们要为基督徒的企业家祷告 让他们有耶稣基督的心 耶稣所说的他们也说 耶稣所做的他们也做 让他们付诸行动来向他们的员工 向他们的朋友们传扬福音 我们为企业家们祷告 耶稣基督所做的 主要让他们真实地传扬福音 主要让他们有真正的福音行动 向他们的员工传福音 向他们的企业家朋友们传福音 主要让他们心中所思念的 是耶稣基督所思念的 主要让他们心思意念 就贴近神的心思意念 以神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主要也以神的心意为心意 主要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要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要求祢来帮助 主要求祢来帮助 主要求祢来帮助企业家 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你说那财主 若便卖世上所有的 在天上才可以得以进入永生 主要求祢来帮助我们 可以看见 他们要跟随耶稣的教宗 让他们可以知道 他们想要做的是耶稣所做的 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是慈爱 是公义 好叫他们也可以如此行 帮助台湾的企业家 帮助华人的企业家 帮助全世界企业家 都可以如此行 好叫你的公义可以彰显在地上 好叫你的慈爱 可以帮助到所有贫穷的地区 主要这是你的心意 让他们不只心声了解 也可以行动出来 主要我们感谢你 接下来我们再来为学生族群祷告 希望他们有耶稣基督的心 来看待他们的同学 他们的老师们 不是用属世的价值观 来看待他们这些同学 也不是用升学的观点 来看待他们身旁的这些好朋友 好同学们 让他们用耶稣基督的心 来看待他身旁的这些同学 这些老师们 我们来为这些基督徒学生们祷告 主要让他们以基督徒的心为心 主要让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主要来看待他的好朋友 看待他的同学 看待他们的学生 而且老师 主要看待他们的升学 看他们课业 主要让他们愿意有行动去传扬福音 主要让他们在同学当中 主要他们是传福音的 主要他们不是追求功课成绩 主要他们是传福音的 主要求祢使用我们这些学生们 使用我们这些后再校的学生 就是求祢的耳朵 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为 这些学生基督徒祷告 主要是在很多时候 我们看见学生在学校里面 主要真的他们有他们的时间 很多的时间可以为主摆上 然而有些时候我们却忘记 却忽略了 主要是让祷告这些基督徒学生 能够在学校当中 能够成为老师的帮助者 因为很多时候 老师真的是觉得很无助 在学校没有得到学生的尊重 在外面没有得到家长的尊重 主啊 这些学生 老师们是何等的苦闷 主啊 求主帮助这些基督徒学生们 能够成为老师的帮助者 主啊 能够在学校 在他们班上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主 看见他们班上当中 有任何的需要 主啊 除了更多的祷告 也愿意真的发出 真的关怀 主啊 真的有行动 邀约他们到教会来认识神 主啊 跨出这一步有行动 因为神你说信心没有行为 真的是死的 主啊 让这些基督徒学生们 真的在学校当中 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 谢谢耶稣 最后我们为 所有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们来祷告 让我们明白 生命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让我们投资在 永恒 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 让我们 努力去传扬福音 愿意付代价 因为这在永恒里面是有意义的 是有真正永恒意义的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一起投资 快来祷告 耶稣求他来帮助 主啊 让所有属你的百姓 所有你的儿女们 主啊 我们宽重了永恒的价值 主啊 让我们看见 主啊 唯有投资我们的生命 在永恒里面付上代价 努力去传福音 抢救灵魂 这些事实在永恒里面 是有价值的 只有这有真正永恒的价值 主啊 让我们愿意 去努力传扬福音 努力去得到的 还没有得到的灵魂 主啊 让我们多多抢救灵魂 主啊 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祢的人 他们可以认识祢 他们生命可以被改变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升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变成有意义 有价值的生命 主啊 求祢的帮助 主啊 让我们急迫地去传扬福音 主啊 因为这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 因为我们将一个没有得救的灵魂 抢救回来 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这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价值的生命 主啊 让我们看重在永恒里面的价值 主啊 让我们愿意投资在永恒的事业上 主啊 求祢感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主啊 让所有的基督徒起来努力传福音 让我们火热 主啊 让我们迫切 主啊 让我们一刻也不停息地去传福音 主啊 求祢来感动我们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要奔向祢的基督徒起来 我们要奔向祢的基督徒起来 得到祢的火焰 站在佛口中 担救那世上的灵魂 求祝自我怜悯的心 为了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来来盼望 在这里 我们要奔向祢的基督徒起来 得到祢的火焰 站在佛口中 担救那世上的灵魂 求祝自我怜悯的心 为了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来来盼望 在这里